你们知道吗 你们不是常做三十七年吗 你看我们下个月 不是要做三十七年吗 师父礼拜二 要到摩尔本去做三十七年 我们大家都念得很熟 清凉月西 清凉月 当你念到这一句的时候 它是指什么呢 这指这一句名号的功德不可惜 这指阿弥陀佛 这个道理我们一定要知道的 这指阿弥陀佛 你的自信本来就是阿弥陀佛的 阿弥陀佛本来就是你 从来不离开的 所以中风果是用下面的 有水皆含水 水是比喻什么呢 比喻我们众生 就是我们念佛的人 我们这个念佛的人 能够用这个念佛这一颗心 哪一颗心呢 你肯念这句阿弥陀佛 你肯相信 你真念这句阿弥陀佛 你肯发愿 阿弥陀佛就在我们的心中 那种影子就显出来了 只要你肯念这句阿弥陀佛 你老实念 你相信 你真诚地去念 不怀疑 不夹杂 你一句一句地念这句阿弥陀佛的名号 无论十身 一身 五身 阿弥陀佛那个影子 常常都是显出来的 这个道理我们一定要明白 所以阿弥陀佛就好比什么呢 好比那个水一样 哪里有水 哪里都有什么呢 月亮的影子 对不对 所以你看到那个 每天你不是要看镜子吗 镜子所显出来的 什么样的模样 随着那个人在看镜子 你在发脾气的时候 你看看你那个镜子 是什么样的模样 从这个地方你就看得出来了 当你欢喜的时候 你看看那个镜子的时候 有没有 显出来的就是什么 就是阿弥陀佛的 道理很简单 但是有时候误不出来这个道理的 所以那个心 用心很重要 像师父有遇到一个老人家 这个老人家 他有点神通 他会看得到这些众生的 他说有一次 他看到一位女巨士 坐在那边 但是呢 这个女巨士 我显出来的那个影子 是地藏菩萨的形象 他人坐在那边 动不动 不动 坐在那边 坐下来 这样 但是他的影子 显出来 他所看到的 不是那个人 是地藏王菩萨 所以后来 这位老师 就问这位巨士 你刚才在做什么呢 他说在念地藏王菩萨 你看 确实是真的 那你今天 如果你那个坐在那边 普世乱讲 不是真念阿弥陀佛 显出来是什么呢 妖魔鬼怪的 真的耶 我不骗你 上个星期不是跟大家讲过了吗 洋人耶 那个写神通的 他为什么会学佛 就是因为看到很多那些念佛的人 口中会出 念一句阿弥陀佛 会出一道光 我们呢 口中能不能念出一道光呢 也不一定 这个就是 用水来做比喻 让我们明白 你那个心 显出来的是什么样的 就是你的那个心很关键 但是在这个地方 要为大家先说明一件事情 哪一件事情呢 如果这个水 我们所看到的 太混浊了 太混浊了 那里面所看到的 那一定很不清楚的 里面的月亮 显出来的影子 恐怕也不清楚 就好像以前 师父的家 养了很多那些鱼 那个鱼池 那个水很浊的时候 混浊的时候 那些鱼你能够看得清楚吗 看得到 但是看不清楚 道理都是一样的 所以中风果实在三十七年 第三十最后提醒我们一件事 你看 中风果实念得非常好 清诸头以走水 下面是什么 走水不得不清 下面的呢 下面是什么呢 哎呦 我们学的这种学会为什么这样 念佛 头以乱心 乱心不得不佛 你用那种散乱的心来念这句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有没有显出来 但是不是很明显 这个道理我们一定要知道 所以今天你要用什么心来念佛呢 你那个阿弥陀佛能够显出来 功德能够显出来 那种感应才能够显出来 今天你念佛念得很散乱 感应也有影响的 所以你不求感应 自自然而就会有的 所以同样的一个道理 如果今天我们念佛之心 不能有清净的心 来念这句阿弥陀佛的名号 那阿弥陀佛众能显现出来的 在我们那个心中 可是很模糊 很模糊 很不清楚 所以我们这颗心 念佛的心 只要最一点点的 最低的 多少要有一点点的清净心 一定要 而且最低的 低到什么程度呢 低到你在念这句阿弥陀佛的时候 你能够看到阿弥陀佛 不能再低了 如果两只个人还计较呢 还没办法达到这样的境界呢 那念佛是不能往生西方净土的 是真的很难的 所以今天我们念佛往生西方净土 靠的是什么 靠的是你的清净心 就算你今天一天念十万佛号 你念到最后 你还是不能往生西方净土的世界 为什么 心不清净啊 所以我们修静忠的 最主要的 要把你那个心 好好看好 照顾好 不要被这个外面的境界来干扰 来污染我们这个清净心 你能够保持这种的境界 念佛的往生西方净土的世界的 所以从今天开始 最低线的就是要保持那个清净心 所以我们念佛法门最好的 最容易的 最方便的 就是因为这个方法 所以这个法门才殊胜 但是现在很多念佛的人 念到最后 心不淡 没有清净 越念越乱 怎么办呢 那这个不能怪佛菩萨 怪自己 没有好好念佛 这个不能怪主是大的 所以从这个道理 我们一定要知道 所以念佛功夫生前 佛在经上常常为我们说出来 往生的品位 最低的是什么呢 品位就是下下品的 最下下品的 你一定要得到的 如果连这个地方你都不能得到 你是没办法得胜净土的 所以我们能够得到重人 我们念佛是下下品的 虽然那个心很混浊 不是很清净 但是还能够看到阿弥陀佛 但是完全还没看得到 只是很模糊 好像看到佛 但是还没全部看得到 这个感应你就能够产生了 所以这个道理我们一定要知道 如果连这个道理我们就不清楚了 那你怎么念佛跟阿弥陀佛起感应呢 谢谢你